嗯 人民警察來了 您好 哈哈哈哈 您好 我問一下 尤寧老師在嗎 他出差了吧 不算 出差了 我們跟他約好的 有個項目跟他談一下 好的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Bag犯什麼事了 我以為我們要 我們要進去 哈哈哈哈 嚇傻了所有人 你犯犯 哈哈哈 哎哎哎 警察叔叔 我是導演叔叔 什麼 什麼 人家沒事比你年輕 你在做什麼年輕 警察姐姐好 警察姐姐好 有您出差了 好 我帶大家去 會議室聊吧 談政治時候應該走上去說 我就是Bag 哈哈哈哈 怪不得Bag 今天連夜逃跑 全站起來 被人家喊舒服 不是不是 我本能的反應 本能的反應 各位朋友們 來火了 開會 會議室 會議了 今天我們三位警官 來有項目和BBO合作 歡迎 歡迎 那我們就交給警官了 好的 這次的主題是關於反炸的 反炸宣傳 我們也是想通過打造這種短視頻IP系列 就是來增加我們反炸宣傳的聲勢 切入到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拱束公安和BBDO合作 推出我們的反炸推文以及我們的反炸視頻 主要呢我們是想做四類視頻 第一類的類型就是殺豬盤詐騙 因為它針對的就是一些年輕女性 這個大家應該也都知道殺豬盤什麼意思了 我真的不知道 簡單講一下就是殺豬盤就是 我跟你聊感情 或者說跟你談朋友等你熟了 然後就拉著你一起去投資 剛開始呢讓你嘗到一點甜頭 行話來講就是把豬養肥了再殺 直到你最大額 而且當它確定你後面沒有再有更多的錢的時候 那會殺掉 太黑了 我就是殺豬盤的受害者 你就是啊 但我是因為我的照片被別人拿去用 然後騙人 然後每天就有很多人找到我說 我騙他們錢什麼的 第二類呢就是養老詐騙 它針對的呢就是我們老年人 第三類就是數字貨幣詐騙 這針對的商務百里這類人群 然後就是刷單詐騙 這個針對的人群呢就是我們的大學生 以及剛剛踏入社會的工作小白 我們的要求呢就是每個類型至少有一條創意的短視頻 而且要配上相應的公眾號推文 我們會將推文以及做的這個創意視頻 通過平安拱樹同步推送 我們這邊呢還有一個需求 我們拱樹公安分局呢有一個警犬叫黑燕 那麼這個黑燕呢是我們反炸的宣傳大使 同時也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IP 那麼這次合作我們也希望有三張 以黑燕為主角的反炸宣傳海報 好的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謝謝三位景觀 謝謝謝謝你們 好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 咱們這邊請 那我們先來分一下 咱們就是現場抽籤這樣也很公平 可以啊 每個都拿一個吧 然後呢 然後呢剛才大家也聽到有個平面的事情 可以 對那個小IP 那這個事情的完成的是這樣的 希望每一個組推一個人出來 但你同時也要完成視頻的idea的創作 大家就可以推選了 平面這只能說我的 你想做嗎 我是阿頭我都國可以做 我想見那個狗 我也可以 我都可以看你 我挺想去的 我可能覺得 你好像是沒有一個 特別亮眼的一個展示 你基本上是配合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想你做leader的 嗯 包括在過去的項目比賽中 解骨不是特別好 我現在發現做了很多點的廣告人 他會越來越平 我還是想提醒你的是 這種考核時間其實是蠻短的 接下來我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 能展示出來自己的能力 讓我們這些管理層能知道 這個東西是小北做的 他有一些新鮮的東西出來 可能是我個人對你的一個期待 一被CEO談話就聲威 我挺想去的 那你去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好的 漂亮啊 為自己爭取 平面你們有鎖定誰了嗎 我們組是小北 好 我們組是我 阿姐 你倆是甚麼 我 廖廟是嗎 我出去 好 再來個美術吧 那就我吧 好的 項目結束後 將會有人離開 這一次是和拱速公安合作的公益項目 每組會有一點點經費不多 然後每組還會給大家配備一個攝影師 剪輯和其他工作都需要各組自己負責 分頭形式吧 好的 好的 這次的任務從一開始他們三位警官走進來的那個氣場就不一樣 對 四個詐騙的案例 殺豬盤 電子貨幣的詐騙 養老詐騙 還有大約勝刷單 都是現在非常典型的 嗯 大家生活中平時接過那個電話嗎 我曾經給他聊過 把他聊急了 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剛烤完眼 然後他就跟我說說茅台酒 299 6瓶 但我當時就知道他騙人的 嗯 我說你有什麼認證資料 你這個酒是什麼味的 可不可以寄來一瓶嘗嘗 他 你 我寄就行了 然後我就給他聊急了 但是現在如果你接到那種詐騙電話 馬上反詐中心就會給你打電話 對 就會提醒你說 剛才是不是接到一個什麼電話 因為我有次接過那個騙子的電話 因為他普通話太不標準了 然後我一直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這個怎麼弄啊 後來我終於說 我說你能不能練好你的普通話發音 我們在交流 後來馬上接到另外那個電話 這真的是公安系統打來的電話 就提醒你說 剛才那個是詐騙電話 你不要給他轉錢什麼的 我身邊是有好朋友的媽媽 就是老年人被詐騙這種 發現自己被騙之後 他會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他會怕你質疑他 尤其是就是裝老人的孩子的那種感覺 把那種心情裡的缺失的部分 彌補上 虛寒問暖 然後每天在門口啊 嘴兒倍兒甜 他們說 有些老人家說我寧願被騙 他說他覺得這個人 對我好的就是我的兒女 都擠不上這種十分之一 對 這也是給所有的子女們提個行 如果想讓我們的父母 離這樣的騙局遠一點 那從我們離他們近一點開始 這也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四個組 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我們一起VCR見 真的早上看到三個警官 我的第一反應是 怪不得Buck要出差 你說他是潛逃了是嗎 潛逃了 潛逃了 他們三個應該是殺豬盤的首領的 梁是什麼 梁啊 是海外詐騙吧可能 英文比較好貨幣的那種 是海外詐騙 海外詐騙 那Buck可能就刷單 或者是養老 騙老人錢 騙老人錢 被他們知道了 我們要完蛋了 執行的 咱倆先談談時間吧 好不好 走唄 我們倆就是 人稍微少點 再看怎麼分合一分 我先給江湯發個衛生 不會給我說 可以 他們只有兩個人 還分了一個人做海報 開工 我想想 推文反炸海報 這個方案 其實方案商考的時候 如果推文可能疊配圖了 對不對 都是明天定方案 所以這個今天 你還得想精傳 對不對 我先想反炸那頂 你就先想想那個 快快快快快 迅速 雨晨江江 需要一些支持了 我就怕我們這組人太少了 OK 感恩 預定了 然後陳姐 我們收集一些資料 謝謝 謝謝 談一下調動起了好幾位 人數從最少到最多了 這